严格林 小姨多贺 序 狼烟不止一处 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序生起狼烟 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 再成降子 一柱柱狼烟黑了 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 越来越亮 天终于黑尽 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目击声 她们勾着腰拳着腿跑得飞快 边跑边叫喊 中国人来了 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 把广岛和长崎移为平地 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 女人们很快就习惯勾腰拳腿的跑步 最后一次满洲招兵 45岁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 眼前剩下的村民中 绝大多数是女人 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 15-16岁的少年们 已经在护村墙的射机口各就各位 护村墙有半米厚 上下两排射机口绕村子一周 6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 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住的 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 这些天不一样了 带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 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 6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 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 那个站叫沿屯 在满洲最北端 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 他们打算在沿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 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 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 6个村子加起来 3000多口人 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 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 或者拖拉行李 在沿屯站等了一夜一天 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 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 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 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 带浪村的陵木医生跳上火车 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 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 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 火车空空的开动了 一个空空的窗口 伸出陵木医生不甘心的脸 还在叫喊 跳上来吧 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 滴滴的压在村子上空 给秋后皱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 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 漫山遍野 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 吼声远比枪声吓人 哦哦哦 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 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启枪来 他们闭着眼咬着牙 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 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吉里路之外 火把越来越多 一团火光煞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 火把却不靠近 吼声也始终远远的 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 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 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 或许又再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 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 只背孩子 谁也不听 车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 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 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时速安排 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 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 7号是肯荒开拓团 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银的田野 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 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 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骑户村的村民 死得很难看 51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 沉默地等待目击声响停下 他说不要相互打听 也不要小声议论 人们照办了 他又说 站得近些 再近些 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 很快形成一个方阵 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 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 村长的声音滴滴的 透着抽一叶纸烟的干涩 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 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 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 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 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 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 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 战败的奇耻大乳 远比死亡更加痛切 他又说苏联大兵 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 避了三四个日本男人 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胜 比匪盗还匪盗 比畜生还畜生 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 没有退路了 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 用中国人的话说 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 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16岁的女孩子 往一颗山毛举后面一闪 然后他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 女孩突然发现他的耳环不在耳朵上 耳环是金的 是他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 只为了爱美和好奇 其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 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带浪村 十天前 事到刚开始乱 母亲叫他来其户照顾 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 一个深夜 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 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 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 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 外祖母没怎么哭 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 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 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 目击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 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 村长代表元老会说 他们替513个村民做了抉择 村长说她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 最不痛苦的路线 对于女人 是捍卫真洁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 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秀出命运的不幸气息 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 两个女人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 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 看看又溜一点 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灾的那片杨树林里了 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 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 他说是日本人 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的去死 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 半晌 一个迟钝的人说 是一起自杀吗 为什么 有的女人哭了 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呀 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 变得凶恶 阴毒 村长说 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 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娶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 此刻站在十来不开外 他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 就好样的死去 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 给美人一个好死 那个元老枪法很准 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 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 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仙人灵魏的神社前面 每个人都会体面的倒下 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 与无伦次的找着借口 不愿意接受好死 这些女人谢谢村长 请她别领导他们去死 孩子们不完全懂 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 一律张大嘴 直起嗓门 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 只是一枪 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 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 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 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 嫁给村长之前 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 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 鼓鼓冒血的丈夫身边 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 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 拧着丈夫的意愿 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 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 他们还想往哪儿逃 第二声枪响后 村长夫妇成双龟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 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 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 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 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 他们站成一排 背也不驼了 一个八十岁的老头 嘴里拖出口衔 却也不减庄重 老人们很有秩序 一个一个来 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 排队领饭团子 几分钟之后 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 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 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 孩子们还在懵懂 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 安全感使一直在 丝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 拇指伸到嘴里 头慢慢的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 多贺 多贺 叫多贺的16岁女孩 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 正看着这一切 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的站在那里 所有人在此时 唯一的恐惧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 再一块儿冷下去 女孩多贺此刻绝不要这种天伦相依 一家一家抱成了团 枪弹都打不开他们 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 满脸满手的鲜血 她的枪法很拍用场 偶尔有叛变集体的人 魂飞魄散的撒腿朝广场外面跑 她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 她渐渐有了经验 好歹把人们撂倒 撂倒就好办了 她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 够她把死亡双分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贺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 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 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 枪手东张西忘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 刚才她的射击成绩不理想 还需要她用刀反攻 所有的反攻也完成了 她看看刀 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 把她往身边移料 刀被热血泡软了 她坐下来 解下鞋带 将她的一头戏在冲锋枪的扳机上 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 她脱下泡透了血 也足有十斤重的鞋子 袜子也是血红的 她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 一个打挺 哒哒哒 过了很多天 叫多贺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哒哒哒的枪声 听了多贺颠三到四的叙述 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 跟出生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 带浪村的村长站起来 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 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 他们的进村看看 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帮着合合眼 拽拽衣服 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 呻吟或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 五百亿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 一起睡着了 土地淤透了血 成了黑色 血真是流得阔气 颇见在树干和树叶上 有这么一家人 枪子都没有打散 血也流成一股 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 却过分愁厚 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 凝而不顾 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 血的气味膨胀在他的鼻腔和喉咙口 他快要闷死了 他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 但很快放弃了 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担 因此全市面朝下倒下的 他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 去一个个的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齐护村 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 现在明白了齐护村的最终发言 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 齐护村是头目 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 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 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 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 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 枪还在他怀里 扳机上栓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 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 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机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 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 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 那就点把火吧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 他说应该这样 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 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 村长们应答说 也只能这样 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 确实是个遗憾 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赫的女孩子正悄悄的走开 一脱离他们的视线 他就狂奔起来 背后跟着好大一棚头发 他不是个擅跑的女孩子 如此疯狂的奔跑 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扭泥 多赫要跑十多里路 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 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 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 他必须以他不擅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 赶在他前面 告诉他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 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炉枪 他七十多年的记忆 智慧 秘密念头百里透红的飞溅在树干上 他得告诉村林们这些 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他看到铁道桥时 从骑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 多赫脚步乱了一下 然后跑得更快 下了坡 就是铁道桥 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 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 似乎在刷牙 多赫脸上被树枝画出一些口子 此刻被汗水折得生疼 他不能从桥上过河 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 找个水浅的地方烫过去 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真子树 又密又野 跟他们一颗颗撕扯 他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 万一他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赫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气 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他突然调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 有三个常给他家做活的中国人 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 他们和母亲处的不坏 偶尔彼此还笑笑 多赫可以找福旦送他回家 苏联大兵会把他当成中国人 多赫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 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 可是他一句中国话不会说 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 掩护他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 多赫还没走进屯子就后悔了 一群中国孩子在屯子口玩游戏 见了他便七七八八的停了下来 一起朝他瞪着眼 面孔铁板 过去他们见了他也板脸 但眼睛从不朝他看 一个孩子低声说了句什么 其他的他听不懂 但小日本三个字是懂的 他还没想好要不要跑 一个七八岁的男孩 已经朝他砸过来一块石头 接下去石头 土块 牲口糞蛋一阵横扫 他要跑已经来不及了 退路和进路都被截断 他只得缩成一小团坐在地上 放声嚎哭 小男子汉们和大男子汉们一样 对于哭泣的女孩都是没办法的 他们围上来 看了一会儿 一只手上来 轻轻揪起他的一柳日本头发 看看也没什么特别 又放下了 又一只手上来 把他的后领口往下拉了拉 看了看他的日本脊梁 跟中国脊梁没什么区别 不一会儿 男孩们就被他哭烦了 一声吆喝全跑了 福旦一件多喝 不必听他说任何话 就明白他该做什么 该马上送他回家 绝对不能让邻居看见 一个日本小娘们儿出现在自己家里 福旦给他披了一件自己的烂挂子 又在他脸上抹了一把泥巴 村里少女过去就这样对付日本大兵的 福旦穷得使不起牲口 用推车把他推着 从铁道桥上穿过去 福旦把多贺送到家时 多贺睡着了 他母亲请福旦把多贺放在门内的地板上 轻手轻脚的鞠躬 轻声的道了十多声谢谢 母亲一共会说三四十个中国字 这时都用得超之了 福旦走后 母亲又轻手轻脚摘下了多贺耳朵上的金耳环 就这样多贺也没被弄醒 多贺醒来的同时就从地上跳了起来 一切都晚了 村长大概已经回来了 正午的太阳把四野照耀得很白 多贺的赤脚踩上去赶到地面向后飘去 母亲提着水桶小跑着往回走 半勾着身子 不给偷袭者行方便 多贺顿着脚 怪母亲不叫醒他 现在全晚了 多贺带回来的消息立刻就家喻户晓了 不久 带浪村的人又差几个男孩子把消息送到了另外几个日本开拓团的村子 带浪村没有什么男人 连老年男人也没有几个 村长一直是全体女人们的当家人 一旦村长回来 像其护村村长那样替他们当家 就什么也来不及了 消息太突然 他们最快也需要一个钟头才能打点好行装 别的可以不带 食物总得全部带走 还有就是每个村分发的自卫步枪 一个村无感 无论如何 他们必须赶在村长回来前逃走 他们承认其护村人是好样的 但他们可不要村长领着他们也做好样的日本人 太阳下沉时 五个大日本满洲开拓团的村民们集中在带浪村的小学校操场上 所有人都在提问 又都在向别人做解答 没有一个人够格给这么大一群人领头 他们只听说离他们五百多公里的一个城市有一个日本收容所 从那里可以搭上回日本的船 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主的群落有三四千人 靠一个中学生的只北珍上了路 牲口抢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是太老的或太幼的 这些老幼生口就成了老人们的坐骑 所有女人们迈着木鸡碎步开始了五百多公里的远征 一个叫阿文的女人挺着八个月的身孕 从队伍前面跑到后面 再赶到前面 缠着每一人打听她的丈夫同下太郎和儿子 所有人都累得懒得开口 只是摇头 多贺背着一袋饭团子 摇摇晃晃跟在母亲身后 母亲背上背着四岁的妹妹 手上扯着八岁的弟弟 多贺摇摇晃晃的得意自己今天的成功 到底还是赢了一场和村长的赛跑 她甚至没有去猜疑村长们处理其户村村民的后事 怎么需要大半天功夫 她已经把早晨在铁道附近听到的一阵枪响忘得精光 枪响来自一伙中国游击队员 这是一种兴致难定的民间武装 好事坏事都干 抗日 剿匪 反共 取决于谁爱了他们的事 也取决于他们能占谁的上风 他们正打算进其户村找点什么 找到冤报冤 找着仇报仇 找着便宜占便宜 却遇上了五个撤离到村口的日本村长 就开枪提前成全了他们 人们怀念起村长们的好处是在出发后的第三个小时 那时暮色四合 就开了大路 走上一辆大车宽的土路 队伍变得又长又松散 母亲们不断恳求队伍停下来 让他们哄一哄实在走不动的孩子们 总有女人对自己赖在路边的孩子说 村长来了 还不快些起来 他们想 要是村长在场 也许他能让孩子们用磨的血肉模糊的双脚从地上站起来 就在这时 路两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枪来 首先倒下的是其在牲口上的两个老人 然后几个顺着路往回跑的女人也中了蛋 孩子们挺着肚皮大哭 有个老人还算明白 叫喊道 都趴下 别动 人们趴下来 而叫喊的老人已经中蛋了 他们带来的枪还没来得及 压子弹 仗已经打完了 等到队伍重整时 人们发现少了三十多个旅伴 谁也没有带袍坑的工具 死者的家属们从尸体上割下一撮头发 把尸体放在路边的沟里 盖上一件像样的衣裳 就继续赶路了 袭击每天发生 人们都很习惯死人了 都顾不上哭 只是默默地把死去的人背上背的食物解下来 人们也习惯尊重伤好的意愿 用最快捷 减省的方法处死他们 也有不愿意被处死的 阿文就是一个 多鹤看见他的时候 他枕着一块土疙瘩 扑的盖的都是自己的血 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婴儿也躺在血里 已经走完了他几分钟长的一生 他挥动着满是血污的手掌 给每个路过他的人喊加油 他自以为在笑 事实上是不断呲牙咧嘴 他会对每一个靠近他的人说 别杀我 我一会儿就赶上你们 我还没找到我儿子和丈夫呢 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实在看不下去 把自己一口袋饭团子和匕首留给了他 老人们给年轻人省饭团子 省子弹也给他们省市 几个人商量好 过河时往水里一扎 一声不响就没了 人们摸索出经验 发现枪弹在夜间的命中率比较差 便改为晚间赶路白天速营 第五天的晚上 人们起身的时候 发现靠在营地周边速营的几家全都被刀砍死了 人们内疚的说 实在太累了 没有听见任何声响 有人说 听见了又怎样呢 多贺的母亲教会女人们辨认野菜和野果 路程脱长了一倍 已经断了粮食 她告诉女人们 中国人可以把每一种野草树叶变成粮食 她这一手是从中国长工们那里学的 好在是秋天 找到一片野坚果林可以采购两天的干粮 所有母亲都替刚进人青春的女儿剪掉了头发 再找来暗色的男孩衣裳给他们换上 尽管路一天比一天难走 队伍每天捡园 他们还是把390公里走到了身后 一个清早 他们来到一片白花树林里 准备速营 枪声却在白花林深处响起 他们现在已经有经验 立刻闪到树后面趴下来 孩子们全都在一刹那间被覆盖在了母亲的身体下面 对方的枪手们很大方 子弹一排排射过来 反正停战了 弹药不必节省 打着打不着 打个热闹 打得带尽时 枪手们用俄语欢呼 几个刚学会打枪的少年们开始还击 他们吃过开枪的甜头 一次碰到袭击 他们还了几枪 袭击者就作罢了 但这次他们的还击恰恰是个错误 捅了马蜂窝 本来不很认真的苏联大兵打仗打出的惯性又上来了 人们丢下死去的 拖着商号往后撤 地势还算有力 他们后面是缓缓的下坡 撤了一百来米 俄语呐喊突然从另一端冒出来 一个包围圈已经合拢 现在是洞也挨子弹 竟也挨子弹 少年们胡乱打回去 只发几枪 就把自己的方位明示给对方了 很快的 少年们一个个倒下了 火力越来越猛 把苏联人惹起性子 就得让他们发作一阵 一颗手榴弹在多赫母亲旁边爆炸了 硝烟散开 多赫已经没了母亲 弟弟和妹妹 多赫的爸爸一年前战死在菲律宾 好在眼下的险境容不得多赫去想他孤儿的新身份 他是一边跟着大伙儿突围一边给全家哭丧的 突围出来 各村的人数相加 只剩了一半 从出发到现在 这次的检员占了三分之二 还有一百多个人受伤 一下子把止血药粉全用完了 第二天傍晚 人们醒来 发现所有伤员都自尽了 他们在夜里合谋 决定绝不拖累大家 然后悄悄的相互搀扶 走到五十米以外 自尽的方式五花八门 又过了一天 队伍几乎在山路上爬行 他们一再修改路线 选择更偏僻的道路 而这些路线全都穿行在更深的山里 一连两天没有喝到水的孩子们怎么哄也不动了 母亲背上的婴儿们不是昏睡 就是嚎哭 已经不再是嚎哭 而是发出垂死野猫那样的嚎叫 一颗范粒都不剩了 水米未尽的母亲们仍是把干得起皱的乳房塞给孩子 塞给吃奶的孩子 也塞给半大的孩子 连那些没了母亲的孩子 他们也只好用自己一队乳房去观照 队伍早已无形无状 延绵了三里路长 不断的发现有孩子走失 有大人走死 唯一能让孩子脚开步的一句话是 马上就到了 到了就可以睡觉了 他们现在的期待不高 只要能让他们歇下脚就很好 他们早就不信到了就有水喝有饭吃了 这样一个形如枯鬼的队伍在1945年9月的中国东北走着 满山遍野的秋夜红的火烧火辽 东北的秋天很短 早晨他们露营时 四野白霜 他们就靠野果野菜和坚决到达目的地的信仰滋养着五脏和身心 走到第15天时 人数下降到了1300 一个早晨他们和中国民团遭遇了 他们不知不觉走得离一个急阵太近 惊动了驻扎在镇上的300多号团钉 团钉们用的全是日本造的好枪好炮 先堵着打 再追着打 他们跑到了山梁上的松林里 身后枪声才渐渐稀了 女人们都是身上同时背着 抱着孩子突围的 多贺背着一个三岁的女孩 正发高烧 吐一口气就在他后脖梗上喷一小团火 女孩的母亲叫千惠子 自己怀里抱一个不足一岁的男孩 她不管子弹还会咬上他们 一屁股坐在地上 嘴角挂着白墨 另一个女人回来拉她 她两脚勾住一棵树 死命抵抗 她怀里的孩子尖利的哭喊 她大张的两眼看上去是灵魂出窍后留下的空洞 就在这时 她朝怀里哭喊的孩子扶下身 旁边的人只看见她两个刀背式的肩胛骨 奇怪的耸立了一会儿 等她直起身 那个孩子就一声不吭了 周围的女人们也一声不吭 怕踏实的往后退缩 看她放下断了气的孩子 两手慢慢拄着树干把自己拖起来 叫千惠子的女人杀了不足一岁的小儿子之后 又朝多贺背上背的小女儿扑过来 多贺哭喊着明天再杀她 再让她活一天 多贺到底年轻力壮 杀亲骨肉的女屠夫追不上她 她的大儿子跑到她身后 用树棍劈头盖脸的打下去 她开始还躲 还把两个手护在头上 慢慢她撒开手 任时来岁的男孩把她打成一个血人 杀婴就是这样起的头 从这个时刻起 队伍里女人们开始把生病的和太小的婴儿们饿死 出发的时候 发现谁家少了孩子 谁也不去打听 做母亲总得有得有失 总得保全他们能够保全的孩子 女人们面孔呆滞 眼睛里都有一种静默的歇斯底里 多贺始终不让千惠子靠近 睡觉都把病女孩用腰带系在自己胸前 第二天早晨 从母亲手里逃生的女孩竟然病愈了 多贺把一颗野栗子糊糊喂进她嘴里 告诉女孩 还有一天的路程 他们就要到目的地了 女孩问多贺 她的脸怎么了 她告诉女孩 这不是她原来的脸 这是涂了河里的黑泥 为什么 因为躲在黑臭的面具后面 她的真脸蛋别人就看不见了 女孩子告诉多贺 她叫佐藤九美 老家在日本上野省饭田县 这是母亲们督促孩子们在路途上背熟的恶药绅士 一旦她们遭遇到不测 孩子们好沿着这点线索追寻自己的血缘 那是在最终的劫难到来前 两个女孩唯一的一次交谈 她们是在深夜起营的 九美帝母亲没有醒来 人们把千惠子的一柳头发割下来 细在九美身上 便出发了 夜色褪去 另一个白昼翻卷而来 这是秋后典型的好天 人们觉得它格外的好 因为终点站快到了 其腰身的薅草经了霜雪白雪白的 一望无际 人们太累了 还没躺直就已睡熟 她们睡得死亡般的深沉 上白痞狂奔而来的马都没有惊醒她们 连枪声都没有立刻惊醒多喝 她醒的时候 周围躺着的不再是熟食的村林们 而是陌生的尸体 而是陌生的尸体